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eed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 我是杨明,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观心眼前,期许未来 感谢观看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又来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何能在台湾似乎是一个像是老太婆的寡脚步一样 不断地被重提,但是听起来每一个立场的观点 还有它当中的正当性,好像又各指一词 双方都有合理性 有人说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啊,何能在台湾应该是一个科学议题 我们谈到了台湾的能源的选项 我们谈到了何能何能 大家最怕的其实就是安全性嘛 那为什么不讨论何安 而也有人说,其实何能如果不何能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很深切的考虑环保问题 而环保事实上是影响到世世代代 你我的下一代的整个生活环境的 有人说这是一个科学的议题啊 而有人也主张这个东西 当它在社会中运作的时候 它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话题 在台湾很多人觉得执政和在野两党之间 常常有换的位置换的脑袋 我们在前几天不久之前 我们才看到这一个在野党的党主席 他入府跟总统直接有了一个对谈 你来我往的说出了好几年前的事情 而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是一个道德性的话题 我们都可以看到最近有许多标语说 我是人,我反和 如果永和的人士 或对何能认为有讨论空间的人士 就要害死某一位非常得高望重的 这一个台湾的这个社运的这个社运家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样的话题 能够让这样的话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当中 有一个最大公约数 今天观点会课室当中 为您邀请到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张国辉张老师 张老师在何能、何安 还有大家常常令这个所有的执政者 都为之与色的一个话题 就是何废料怎么处理 张老师在这个部分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实物的考察 我们一起来欢迎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主持人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在您的这一个长时间的观察中 何能在台湾 您会从哪些观点来切入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一个 看起来是非常复杂 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议题 您怎么看 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质疑 因为我本身的学术训练背景 其实没有任何科学背景 就是说如果大家讲说 hard science的话 那这个也常常是科学人物 科学家或者说在政府里面 科学家常常可能会质疑 说为什么不是念科学的人 也可以对科学指三道四的 那我的出发观点是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 或者说分享 如果说简单两个小故事来讲的话 是 就是说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一个 就是叫做IPOA系 那个就是说用通讯传播 但是它是用鸽子 用鸟类 那大家会觉得很惊讶 就是说 现在不是都用网路在传播吗 那我是用鸽子 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非科学家 他其实会想出很创新的idea 那这个idea其实会比网路更快 那这个在2009年 有家电信公司 就跟鸽子在做比赛 结果是鸽子两个小时多 就飞过60公里 然后传送了4GB的data 那同一个时间呢 这个网路传输才4% 那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说 我是希望透过我的专业 可以跟一般人 甚至是科学家 主要是科学家 说明的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科学家 是 每一个人都是科学家 那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有科学idea 然后再互相讨论 那我想引用一下 就是说台湾一个很有名的 科学哲学家 或科学史的老师傅大为 他这么说 他说 科学史还太重要了 那不能只留给科学家来处理 这样 是 那我想我的基本的想法是这个 那另外一个小故事可能是跟核能比较有关系 就是说在二战之后呢 因为法国被彻底击败了 那他们的核能科学家 特别设计了一个核子反应乳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那核子反应乳呢 就是可以让核的燃料棒在进入反应的时候 很快速的可以抽取回来 那这个很重要一个目的呢 就是说他除了可以发电之外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工程的方式 那这样子就会有原子弹的原料 可以被提炼出来 那重点是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法国的政治那种并不晓得 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科学家也会有非常政治的想象 因为他的想象是希望法国在战后 不会变成是一个被其他国家所操纵 垄断 那有在欧洲影响发挥实力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方案 那给法国总统做参考 说你要不要这个东西 当然后来他们的核子反应乳 就是采这样子的方式 我要讲的就是说 科学家其实也会很政治 那我这边的政治是说 他会有国家愿景 他会有对法国国家社会的想象投射 那这个是科学家也会是很政治 是 我觉得老师一语就把一个 我觉得老师一语就道出一个核心信念 其实我们大家都认为说 科学就是实事求是 然后这一个所谓的政策 我们先不要谈政治 所谓的政策在寻求的可能是某一种最大公约数 也就是各个在所有的不行里面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然后使这个做法可行 所以常常大家会觉得科学 还有政府的政策 好像是 好像两个是在一个不同的 这一个不同的领域在讨论 可是这样子一听起来 其实我们今天从整体的这个国家发展的角度来切入的话 事实上这个部分是可以两个柔和在一起看的 所以谈到这个核能在台湾 我听过一个说法 那个说法其实事实上是在这一个 特别是在近几年的 这个大型的 甚至可以说是跨国界的核灾 欧洲的车诺比 以及日本的福岛核灾之后 人们开始对于所谓的风险有了警觉 人类的社会很有趣 人类社会常常有一种 这个可能不会到我身上 这件事可能别人做就有可能发生危险 但是我做就不一定会 可是人类开始对于这一个核能 这一种在多数人的一个既定印象里面 是相对便宜而又这个相对高效率的 这一个能源有了另外一种警觉 和某些这个对于这个后代 还有对于后代永续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反思 所以我回头来说 老师您看核能要不要使用 在台湾一个比较务实的 可以讨论的理性的这样子的 起点会是在哪一个议题上呢 其实这个起点怎么说呢 就是说 您会从核安的角度切入吗 对核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那我简单这么说好了 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核能的话 虽然大概1950年代才有所谓核电厂 是很晚期 是是 那现在我们讲说 现在是2010年代 其实差不多60年的时间 是 那其实看核能的角度 或者说看核能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呢 其实这60年就会变得非常多 就是变得很快变得很多 那我刚才稍微有提到法国的例子 其实法国的例子不是一个很 就是说很特殊很特别 其实大部分欧美国家也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核能的考虑就是两个 一个是发电 那另外一个就是武器 那这两个是 所谓有一种叫做Nuclearity 就是说核能性 那回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那到底这样子的核能性 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 在早期是怎么样 那早期的话就是 看大家有没有技术 看核能技术 那第二个就是看 有没有核原料的来源 那你有了这两样 那你就不怕国际的军事 政治还有经济的竞争 那但是到了80年代 甚至到了现在 我们回头会想一下 就是说对于这个核能性的 这个核心的内涵 很多人就开始提出了抨击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抨击 就是说 那核的废料的处理 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在里面 你才是一个负责任的 世界的一个国家 那这才是应该是核能的 关键的价值的其中一项 要纳进来 所以就是会有不同的时间上递言 而有不同的看法 这样的 是的确是有非常多 对于所谓核能的两个这一种 如果说用在这个发电用途上面 而所呈现的两个特点 一个叫做相对便宜 第二个叫做效率相对高 又相对对环境的危害较小 所以有了这几个特点 但是今天我们一讲到一个 所有人都闭之唯恐不及 那就是核废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再加上要处理核废料所需耗的成本 那到底核电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优越的能源选项 大家的确是需要考虑 核废料有任何处理的方式吗 也发展了60年的这一个大家对核能的了解 有没有看起来有些突破 而以至于我们能期待人类的智慧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中 未来核废料就可以完全处理没有污染了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其实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还是蛮悲观的 是 就是说当然和原谅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是可能是相对便宜 然后相对有效率 但是如果 这当然是可能是没有把核废料的处理 放来里面 那我讲相对悲观 就是说到目前60年的这个期间 没有任何的永久的组存厂 在全世界已经设立起来 那我们如果讲核废料有两种 一个是高阶核废料 那高阶就是用过后的燃料棒 是的 那我刚刚讲没有永久的组存厂是 就是针对于高阶来讲 那全世界都目前没有 那最快的预期也要等到下个十年 可能在芬兰或瑞典 他们现在已经在盖 但是还没有任何的启用 更令人比较悲观的就是说 在福岛核灾发生的隔一天 其实韩国总统李明博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去某种程度是promote他们的核能技术 因为他们在那边帮他们盖核电厂 那比较悲观的就是说 即使是2011年才开始要盖的核电厂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没有把核废料处理 当作是一个议题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想说要未来 他们核电厂在2017年开始使用之后 他们要怎么处理 所以某种程度世界上大部分 绝大部分国家是 还没有很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积极的处理 所以就是回应刚刚组成的问题 就是说那到底成本应该怎么计算 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要把一个核废料 组存起来 它在以台湾来说 就是说台湾是大概每18到24个月 会换三分之一的燃料棒 那也就是说燃料棒大概会在 反应颅里面待个五六年的时间 它使用五六年 然后呢在冷却池也大概几年的时间 那很麻烦的就是说 如果要等到它完全的安全 大概要可能要十万年 所以这个十万年中间要怎么组存它 那比较麻烦也就是人类历史 其实还蛮短才几千年 那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冷造的建筑物 是百分之百安全 然后维护这中间计算怎么算 所以如果把这个加起来 然后更让人担心的 我想不是成本的问题 就是说很担心的是 这十万年中间真的太有可能 不晓得有任何 不晓得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变成成本也很难以计算 所以这就是看你要现在核电 发的电可能相对来讲 就某一个时间点它可能会很便宜 但是未来代价可能 有可能是低的 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会是我们不晓得 那这个就涉及刚刚主持人讲的 风险的这一个概念 那风险就变成是一个 每个人的风险感知不一样 那有人觉得这个很恐怖 那有人觉得这个还OK 那在这个时候可能就变成 我们谈科学的时候变成很政策 那很政策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是要做个决定 那就变成可能是要 必须要所有的公民 或者说在地受影响的人 他们可能要表达出 他们对于风险的 能够忍受的程度 那这可能就变成是 科学跟政治之间 一个必须要面临相互冲撞的 一个点这样子 是 我到目前这样子听下来 核能的争议性高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 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当中 如果一旦提到核废料的 这个部分的处理的话 光是几千年就足以让 那个时期地球的霸主恐龙 变成完全这个绝种 光是几千年就足以这样子 更何况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核废料的储存 当它在一个建筑物里面 要过十万年才有可能会 完全的使它趋于安全 这是我们人类的推测 以目前的科技的推测 对不过他们当然现在是为什么说要埋在那个深层的地质里面 也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它就不是建筑物了 只是说 当然十万年其实 某程度 上万年的时间还是很长 所以地质还是会有可能会变动 这也是我们有可能需要考虑的担忧的点 这样子 是 张老师以您在看国际 其实我们常常说 在这个世界上面 难有十全十美 不论是哪一种方法 都可能有它的坏处 所以老师在看整个国际上面 在这个面对核能的这个议题 最近大家格外关注的 是两个高喊 两个这个直接废核 在这个民众间取得高度重视 没有人再提到经济的损失 这些的这两个国家 其中一个是德国 另外一个是日本 但我们了解在半个月前 经济学人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谈到说 德国因为前一阵子 这个数十年的这个废核 而使得它的能源 透过燃煤的方式来产生能源 而负上了极大的 这个环保代价 同时还有一句话更吓人的 而这个燃煤 它所产生的核辐射 高于核能 大家太惊讶了 而我们在看到 在最近半个月来 日本的首相安倍 他也屡屡的在公开的场合 对于核能重启 他的底线越来越宽了 不排除核能重启 他在公开的发言上就谈到了这一点 所以老师 目前在国际的例子上面 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拒绝核能的 而同时他的整个社会的发展 又与台湾比较趋近 有这样的例子吗 当然说实在没有用核能的国家也是蛮多的 是没有错 对 如果你是说曾经有使用过核能 但是后来没有的 而就我所知应该是没有 就是说到现在还是有在使用 但是就是有像德国的这个例子 他们是有face out 就是慢慢的 就是让他没有这样子 废毁这样子 那日本可能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因为2011的关系 但是这 当然主持人刚刚有 就是说有提到就是 最近他们可能也在重新检讨 核能是不是要继续使用 然后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不过我觉得还是每个国家的脉络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个可能有点离开我的专业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对于任何的报导 我们可能还是要问看看那背后的原因 譬如说德国现在可能因为 使用石化燃料取代了核能的 让石化燃料变得越来越多 比例可能越来越高 但是这里面有 其实我也看过一个报导 这是看比例 也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可能是 他们是把燃煤的那些 机器设备或机组的效率提升 所以让你看起来是 又使用每石化的发电呢 这些原料石化原料发的电会比例增高 但是其实并不代表说 它的石化燃料用的更多 因为它把销率机组提升了之后 那这可能也是我们想要关心的 就是说其实这些里面蛮多细节的 可能不像是经济学人讲的这么样的绝对 那另外一个是日本的例子的话 就是说日本当然它不只是核能使用国 它也是核能的生产国 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大压力 可能是来自于国内 他们国内的几个很大财团工业的大公司 他们其实就有生产核能的设备 那如果他们自己没有生产 没有在从事核能的话 那也没有出口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核能技术的出口 那还有一个他们零件啊 等等之后的一些成本的 就是说未来利润可能可以获取的地方 那这可能可以日本很大压力 我说日本政府 那所以这两个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们可能背后都会有别的原因 所以让他们有些政府的主政的人 会重新思考使用核能 那这些原因可能是有点复杂的 是的确是哦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相信在过去的两三年内 台湾社会对于核能的更多知识性的 专业的科学性的了解也加增了 所以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是 早就时有所闻 其实日本的这个核能 与台湾在发展核能 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于说 一个是隶属国家 一个是隶属于这个民营私 民营的机构 也就是说台湾是国家在办核能 那为了就是全民供电 日本是财团在办核能 那财团自然有 财团为了营运下去 它的这个目标 会与国家办能源是相当不同的 可能是这个日本可能当中有包含了很大一部分 是这个经济的导向 为了要牟利 最后是为了要牟利 所以说每个国家有它的自然条件 还有它的这个国家的能源的 因应自然条件而有的能源政策的不同 不过回到台湾来看 台湾目前所定调的 是在于说核四是可以暂时保留 但是不运转 为了让下一代有一个选择的空间 老师您看 如果从这个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来切入的话 目前这个核能暂时 核四场暂时不运转 而对整体的社会经济层面造成的影响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产生 我想就是说 这一个可能大家就是科学跟民主 或者说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可能某种程度可以来说明这一个 就是说到底经济的能源的使用 还有它的产出 是不是纯粹的科学的一个 它独占或垄断的一个知识的范畴 那这是一个转业性 那另外一个是说像你刚才提到 就是可能台湾面临核四 现在的这一个 要不要使用封不封存 这个其实是蛮政策性的 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考量 然后用这样子 是不是会变成是 是一种民意跟专业之间互相对抗 甚至是民意打过于专业的考量 那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说如果说像处理核废料 大概在90年代之前 几乎所有的国家 我讲欧美国家 他们都是认为政府可以处理这所有的核废料 是 那结果核废料当然在1983年之前都是 大部分像英国美国 他们都丢海力 丢大太平洋 是是是 大西洋 对 那法国曾经想说要丢到地中海 那不过无论如何 就是说 这一个 这几个国家的政府 一直跟他们的人命说 这是极度专业 那也相信大家 但是后来83年之后 1983年之后 不能丢海力了 那开始促使这几个国家 也就是要认真面对思考说 那你要丢在什么地方 那组存在哪里 变成是各国政府的烫手山鱼 那到90年代之前 政府也一直想说 他们有专业 有能力 有设备 可以处理这个 不过很麻烦就是 如果你要设到哪里 不是只有台湾 就是说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会反对 所以90年代之前 都没有设成功 那我刚刚说过 就是说其实真正要处理 高阶合肺的组存厂 还要过十年 大概在瑞典或是芬兰才会有 那这中间也还需要 就是说从90年到2025年好了 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呢 是一个很大的转型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型 就是变成是科学跟政治之间 必须要相互的同样一起拿出来看 也就是说你不管设到哪里 那当地的民众一定都会反弹 所以变成当地民众的意见 的能不能够接受 就是公众的接受 必须要跟科学一起来 等同的来谈 那两个都达成了之后 才能够这么做 所以我可能绕了一大圈 所以就回应了 就是说主持人谈核四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没有背离国际的一个 趋势太远 其实还蛮接近的 就是说现在世界上 处理核飞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必须先肯认它的政治性 就是说它的政策性 民众能不能接受 那这个是必须跟科学一起来讨论 只是说他们必须穿插着讨论 所以核四这么做的话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是肯认了 这个地区台湾的人民 是不是要不要这个东西 那跟安不安全 是要并驾齐区 就是都有相同等值的价值来谈 这个跟国际局势 其实不会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差距太远 是是 现在大家很喜欢在这个媒体上面 一再的去重申的是说 许多人 特别是这个反核人士 反核人士 当中有这个有好几类型 但是有这个最绝大部分的类型是 没有办法提出替代的能源方案 也就是说 这个太阳天天都会升起 也就是说当国家持续在运转 而时间不等我们 总是要有一个所谓的过渡时期 和未来的长远发展的这一个目标 所以现在的许多反核人士 理念崇高 但是大家认为 是无法实践在台湾这块土地 为什么 因为就是会面临到 台湾就是会面临到用电不安全 这个用电安全的问题 也就是说台湾社会已经很不习惯会有跳电 台湾社会已经很习惯电价不要涨相对的低廉 台湾社会太习惯了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谈到说替代能源 台湾真的能够发展所谓的绿色经济 绿色能源这一块吗 台湾目前的政府的公共 这个公共行政体制里面 有相关的研究的努力吗 台湾的政府有在努力这一块吗 那台湾的天然的这个环境又允许发展绿色能源吗 这个部分是大家第一个问号 那当然第二个问号是谈到说 这个目前大家在看核四厂啊 很多人反核 其实没有在反核一核二核三 而是反核四 因为说核四是拼装车 所以最危险 老师您怎么样回应这两个 这个这两个专业性的问题呢 您怎么看 就第一个问题来讲的话 就是说到底再生能源 有没有可能取代核能所生产出来的电力 我想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 是的 所以在这个可以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我想抛出一个思考的方向 可以给大家参考 所以说在大概二次战后之后 科学的发展其实跟战前有很大不一样 因为二次大战的结束 特别是在亚洲是以原子弹作为结束 是的 那就变成是说发现国际的势力或是权力的建立呢 跟科学会非常有关系 所以政府变得对科学非常有兴趣 是是 那冷战的时候更加强了 因为特别是俄国 我先打了一个卫星上去 所以科学变成是国家或政府很想要给予 想要获得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因为政府或国家有非常多的资源跟能力 它可以发展出很多以前做不到的科学的实验 或是科学的成果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可能我们讲说二次战后 我刚才讲说二次战后科学有一个很大的 跟战前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科学跟政府会结合在一起 当科学跟政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科学可能有可能 这个当然我不是讲台湾而已 也就是说其实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 特别是欧美国家 当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概念叫做管制科学 那他就是讲是说 这样子的科学跟一般研究科学很大的差异在于 这样的科学需要耗费极多的能力资源 那他做出来的成果业 就是以不是个人名义不能在公开场合或期刊 大家互相比评然后重复这个实验 那我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说 管制科学是不是相对失去了科学的这种反复辩证性 对就是会生产很多的所谓的灰色文献 灰色文献就是说很难变成是一个大家可以互相克责 可以互相挑战的一个文献 因为你上面看不到 比如说是我张国会署名或是主持人称为署名 因为他可能就是某某某机构署名 比如说美国的原人会署名 美国的核能研究署名 所以没有人可以 那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非常难取得 就变成是机密 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科学跟政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科学很有可能变成是 为了先服务政府或政策 而去生产科学知识 那这个在核能的情形 其实是特别的显著 那我可能又落胎大圈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目前如果说再生能源 能不能替代核能的能源的话 我想一般除了政府之外 外界是非常需要这个资料的 那但是如果刚刚我讲 管制科学这样子的结构性存在的话 那政府跟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政府跟核能科学 紧密在一起的话 很难去在结构之外 真正认真的面对再生能源 跟核能相互替代性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大部分政府的资源能力 都投注在如何辨证它需要现在 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有的 它现在已经有了核能的这个东西 所以一方面民间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 跟资讯去比较说再生能源 能不能跟核能互相替代 另外一方面政府有这资源 但是它非常的就是结构性的跟核能 是lock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也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在这样子的结构下面 我们如果要分析说 特别是在台湾分析再生跟核能 是不是能够相互替代的话 会变成很有局限 就这样子结构下面的问题这样子 是 对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在一个 我们常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在学界怎么样看这件事呢 我想管制科学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跟我讲非常长可能不太负责 就是可能需要相对来讲稍微长一点时间来 彼此建立政府跟民间的互相的信任度 那政府必须是不是能够更透明的 让民间有所参与 那政府也思考着 不被这个结构所lock住的太紧 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因为lock的太紧的时候 这个政府里面可能有人觉得再生能源 其实可能有可能是可以取代核能的 这样子的声音或这样的研究 没有办法 还有这样的资料 没有办法被完整的呈现或真实的呈现 这是比较令人稍微担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除了就是说可以跨越过去的 比如说那我刚才 跨越过去的力量可能是什么 跨越过去可能就是要透过时间 跟不同机制的建立 那不同机制的建立就变成是 如果以美国为例的话 他们后来很多重要的案例 科学的可能像是这种争议性的案例 就直接拿到比如说司法的体系 就是比较多的途径 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这样的资讯 还有这样子的彼此锁住 政府跟科学彼此锁住的结构性 能够松开然后被揭露 透过法院的这样子的公开的场合 那这个是需要机制的建立 那也需要时间 然后慢慢的去调整 这也就某种程度是呼应到说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90年代 虽然欧美大部分国家都觉得 需要肯认政治政策的需要 所以民众的意见很重要 来建立永久的合肺组存厂 但是其实已经乱了二三十年 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一点一滴政府跟民间 彼此互相取得信任 就是政府做的每一个措施 那民众可以取得信任 慢慢建立然后多元管道之后呢 才比较有可能让管制科学这样的 可能会带来的危害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的 比较不透明的地方 让它给一点一点的消灭掉 老师我们常常说学界是相对于在社会中的其他角色 更具有一个风雨如晦 可以精明不已的这样子的 这样的一个使命 同时也具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这当中是设到非常多专业的议题 所以说您刚刚所谈到管制科学 特别在核能这个领域 在台湾管制科学的这个现象 是老师您是这个因着过去有许多其他的研究 而您提出台湾在核能这个部分 恐怕有管制科学 还是这是一个学界上面的一个推测 这是学界上面一个 其实已经蛮有影响力的一个概念 是 但是在台湾有相关的 我们就说有相关的这个线头或证据 使得学界有这样的声音 在核能这个领域上面吗 如果以在学界来看 对如果说台湾学界 可能我们还是我们台湾学界 我们目前正在努力 努力看看是不是由这些概念 然后来更深的解构性的了解 台湾政府跟科学之间彼此的关系 所以管制科学可能在台湾的 是一个相对新兴的一个思考逻辑 对 了解 但是它在国外已经有一段时间 是是是 不过这个管制科学 其实在这个核能的议题上面 过去已经好久我们都看到 因为核能的议题上面大家最 我们常常在网路上面看到 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说 政府公布的数据是假的吗 因为政府本身的立场是支持核能 它怎么可能公布不利于它的证据呢 所以我觉得哇 老师您开了一个open mic给大家 管制科学在台湾这个领域 甚至在核能在台湾在核能这个领域 我们或许可以后续有更多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查证和探讨 对 对 对 不过另外一个层面是 老师核四是拼装车 大家最担心的是 它真的不太安全 但这句话怎么说呢 拼装车 嗯 这个是一般很多民间或是学界 都非常考量的一个问题 它是比较类似说 就是说它是因为建设的时期 停又建又停 是一个建设时期上面的说法 还是说它是一个不同的 这个核电厂规格 却都同时在台湾的核四里面 对 我可能有一个角度 大家可能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说 现在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 大家可能会发现 那种大型的科技系统越来越多 那这种大型的科技系统 譬如说就是核能系统 或者是像是捷运系统 极大的系统这样子 那这样极大系统 大家可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极大系统是需要管理 需要去营运运作 所以变成营运作跟技术之间 都必须要紧密的搭配 那这个会有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如果时间拖很长 那这个系统之间彼此的联系度 还有它背后更重要的是说 如何你未来管理营运 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需要去处理的问题 所以当大型科技系统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呢 某种程度它就是要跟这个社会 跟这个文化跟当地的管理做更紧密的结合 那如果这个大型系统越大 但是没有跟当地的管理的文化 就是说管理的方式做长时间的磨合的话 那这个会可能会比较让人值得担忧的地方 特别是这个系统可能有之前 有不同的来源的时候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技术系统是需要run的 那这个run的时候呢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 跟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所以这个变成是 可能可以大家思考 就是会合适会有以后run的问题的文化 它的方式 是 因为的确其实台湾合适是第四座 合适是第四座了 前面已经有三座了 但是前面台湾的社会的民情 也跟现在不太一样 而现在社会的民情 大家注重环保 大家相对性的这个网络时代的来临 人人都会对于许多资讯 恐怕就是会有更亲 有更亲民的接收管道 懒人包 FB 文章 开始疯传 所以整个的台湾社会 今非昔比了 所以核四的运转 的确除了科学议题之外 难脱就是公众的民情 公众的这个概念 不过我们今天跟这个张老师您讨论到这里 我最后请教您一件事 爱因斯坦他有一句名言 谈到说我们今天的思维 只能解决过去的问题 老师您长时间在观察 这个核能的使用 对人类社会的优劣 老师台湾的社会走到现在 您看台湾的社会 现在的发展性 核能还有可能是能源选项吗 我想这个是非常受挑战的一个选项 我想这个非常受挑战的 不只是技术或科学的问题而已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可能我刚刚稍微有提到 就是技术必须跟社会是 两个是同等的重要 就是政策上面的同意 或信任感的建立 是必须跟技术安不安全可不可行 两个都必须要一起拿来等同的来考量 然后交互相穿插运用 那就台湾目前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稍微悲观一点 因为我们的核能发电厂的 开始建立跟运作到现在 单单就 譬如说我们说地方的核费 就是现在在兰嶼的核费 这样子的政策 其实一直一直的没有被 就是说彻底 就是说当地民众 如果所认可 或者是说可认为是解决的方式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信任 跟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 一直是破碎的 所以就全球的趋势来看 既然政策的 就是说认同 就是政治的认可 跟科学同等重要的话 在台湾在政治认可这方面 一直是破碎 然后又被阻断 又破碎在阻断 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觉得核能在台湾 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除非这样子的建立 就是说信任 合作能够建立起来 但是短期之内 我想是非常难 甚至长期我都觉得蛮悲观的 是是 好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 助理教授张国辉张老师 我们特别邀请这一位 长时间在观察核能 在国际间的 这一个发展的专家 来到节目当中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站在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上 而不仅止于科学专业 不仅止于就是政治经济的考量 也不仅止于就是锁定在这一种 这个道德层面的这样子 我们纵观何能在台湾 它的现况还有未来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 其实我们同时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台湾再生能源的发展性 到底为何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我们在五月份的观点会客室当中 会做系列性的探讨 我们会邀请到 这一个产业界 学界的相关的业者 甚至是专家 学者 来到节目当中 来为大家做目前实况 以及未来远景的剖析 那么今天节目进展到现在 其实我回想起 曾经在人类社会上面 几次重大的变革 跨国界的影响到后世后代的 不只是当代 影响到许多 这个接下来的人的生活的 那就是谈到了工业革命 曾经史蒂文生的时代 就在上个世纪而已 当时因为蒸汽机的发明 而使得火车产生了 可是这个东西的产生 使得英国有了近乎于内战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阵风相对的讨论 有人说火车这个是个怪兽 这种东西断断不能使用 有人说这是一种文明进展 所需要这个拥有的open mind 所以何能这个话题 我还是回到一个 这个科学性的科学观点 以及这个社会的民意的走向 我们可能要试着在科学 以及社会民意当中 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么我们现在不急着下结论 我们等到这个月份 我们接下来的几集 会谈到再生能源 到底可不可行 替不替代得了何能 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总结 张老师您有没有什么 希望再补充说明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今天非常感谢台湾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张国辉老师 来到我们观点会客室当中 各位朋友 下周四我们Niss Radio 空中再见了 我是陈伟 谢谢各位的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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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